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晚上六点钟接近饭点 当时呢他准备去家附近的快递站 去拿快递 拿完快递就回家吃饭 去好像住的这个小区呢 是市中心附近的一个老小区 就平时的时候这个小区临近饭点时间啊 虽然不说人潮涌动吧 但起码就是人来人往还是很多人的 因为他这边一个是周围的这种饭店比较多 然后景区也有 而且他去市中心也就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但今天呢他却好像说 无论是超市饭店水果店 都是门庭罗雀 几乎都没有人 然后面对空荡荡的这个街道 却好像这个时候就心里打鼓了 想怕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吧 他心里面在想 九月嘛 这个时候是九月末 已经到了晚上六点钟 所以可以说是滑灯初上了 就已经亮灯了 亮路灯了 却好像说今天的这个路灯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门笼感 他就打算尽快拿到快递 就赶紧回家 等他走到快递站的时候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快递都散满了地上 散乱的放在地上 却好像这个时候就发现说 快递点没有人 周围也没有人 而且在他看到的零星的人群 就很匆匆的就散开了 就各自走开了 躲了是吧 就走开了 像赶紧回家一样 然后却好像就在快递站 这边喊了几声 然后快递点没有人回应他 他自己也不方便去翻 因为万一弄丢了快递不好说 他就说那就先回家吧 然后他这个时候在投稿里面说 他说感觉这个时候的路灯 又变得暗了一些 那个路灯的这个灯罩周围 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纱布一样 让本来黄色的路灯 显得更加的昏黄且暗淡 却好像就加紧脚步 这个时候他感觉有东西 碰着他脚一脚 他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的回头看 原来是个伊拉罐 却好像说 他就是出现的那种 就是却好像投了好几次搞 就是他不是这种灵异体制 就出现了那种不好的感觉了 从而来都有的这种感觉 他下意识的就把这个金属的伊拉罐捡起来了 还捡起来 对他说他放在平时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走开 不理这个伊拉罐 但他今天就下意识的捡起来了 他捡了之后发现 这个罐子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个伊拉罐 但是他没有打开 应该是一个什么品牌的水果罐的 他挺沉 他也没看清楚具体是什么品牌 什么字 因为这个伊拉罐 罐身的这个包装的广告 吸引了他所有注意力 他一开始扫眼的时候 看见广告是两个人的一个正面照片 可能是明星啊什么的 然后当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 怎么 就是你明星代言 你见过两个人代言的吗 有道理啊 对吧 对一般好像都是一个 或者是组合好几个 从来没见过两个人代 不知道 我们可以到时候搜一搜 看市面上面的一些罐头 有没有这种 然后他说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的正面照片 当他想看清上面的字的时候 他发现罐子上面印着的两个人的照片 在齐刷刷的对他笑 哎呦我操 就原来就是在傻酷的那种表情严肃的 就突然开始对他笑 两个人肯定不是罐子上来的 因为他确定他说 他第一眼看的时候 这两个明星这个照片表情肯定不是笑 他吓得立马把罐头扔到老远 然后飞快的往家跑 然后他回家之后 他爸还问他怎么 这么快就回来了 然后他已经吓得手脚冰凉了 他偷偷偷偷取到这门结束了 应该是我们第几个碰到进李世界的人了 大马路上没人呢 我觉得这个李世界有可能 而且这个伊拉罐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怪异 如果说只是在李世界碰到什么东西 我还能接受 但是这种明显有变化的 就让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而且就就是典型的中式的这个 是常见的东西 中式恐怖 就中式恐怖 我又总结了一个跟 欧美那边的一个差异性的东西 就是不仅是树立感 还有一个就是中式恐怖 会把很多 就是很喜庆 很应该很快乐的东西 变得很恐怖 而且没无解 就是美式 比方说丧尸啊什么 你打他嘛 所有的恐怖来自于火力不足 我觉得美式 美式那种根本就不能算恐怖 惊悚 或者是 就是就是阿吉 阿吉的那种血腥暴力的 黄暴的那种 一点也不恐怖 对 就美式总有解决方案你知道吧 或者是什么什么电锯人 什么你炮开嘛 你碰到一个很强的 他床里丢锯子 你开枪嘛 对吧 中国不一样 你看中国本身喜庆的 指甲衣 红鞋 明昏的轿子 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 日本那边其实也是的 就是 儿歌这种东西 对 娃娃 对 想起来就特别恐怖 全都无解 不能说脏话 逼掉逼掉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 也是我们的粉丝投稿 网友的名字叫做 用户已经快要注销了 这个名字 很奇特 我们下面就 称他为小勇吧 小勇说自己平时特别爱听音乐和电台 也包括我们链鱼夜话 谢谢小勇啊 谢谢小勇的关注 他关注了很多同类型的电台 而且他 他也说对特别是链鱼夜话 反复听了好多遍 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少 就只有十多期比较少 不好意思 老鱼在这边先表示感谢 同时对小勇投稿里面的催稿呢 十二不见 故事发生这天呢 小勇戴着耳机 一边走路一边听故事 听恐怖故事 他在往公交车的路上 就在走到他小区门附近 他突然发现 路边的一个老人狂笑不止 其实这个就有点恐怖 小勇说他这条路啊 是一个很笔直的路 他在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这个老人了 刚开始这个老人 一直坐在自己的轮椅上面 特别安静 因为年纪看着就很大 没有什么移动 或者感觉上没有移动 和说话的能力 在旁边晒太阳 所以这阵狂笑 让他感觉心里面发毛 但是后面的事情 让他感觉更怪异 这老人刚开始笑 没几秒钟 不知道从哪边 出现了很多的男男女 大概有五六个人的样子 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的 把老人连带着轮椅 一起抬向远处的巷子 是 但是即便是 就是很恐怖 你知道吧 对吧 你把轮椅推走 把老人抱起来 都能理解 他把轮椅一起抬走 连老人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小勇说 当老人轮椅被抬起的时候 他突然 对小勇露出了一种 诡异的笑容 而且小勇说 老人轮椅抬起的时候 是背对着自己的 也就是说 老人如果想要对小勇 露出这种 让他能看到的微笑 肯定要转头90度以上 我们正常人转头90度 已经是一个比较期限 再往后的话 就压力很大了 他这个角度 虽然说是人能转到 但是很诡异 对 而且还是微笑 很反常 对 然后他说 让他真正吓一跳的是 就在老人牛头 对他诡异微笑的时候 耳机里面的恐怖故事 突然变成了一种 特别嘈杂的声音 类似于菜场的 这种 细细上场的人群 那种有人叫卖 讨价还价的声音 但说的绝对不是中文 因为他用的是 这个AirPro的 那个降噪耳机 就苹果的那一款 他说他感觉一瞬间 好像耳机 自动关闭了降噪功能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声音 但是他说 但是他说 因为这个降噪耳机 在关闭的时候 会提示音 他没有听到任何提示音 就这么一瞬间 大概就是 持续了三四秒钟 然后耳机又恢复正常 又开始重新拨 播他的这个节目 电台节目了 老人呢 也被一群人抬走了 就肖永说 他当时作为一个 北方的七尺男儿 受到这种 看到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怂 他就继续 继续往公交站走 这个时候 当他走到马路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发现路口出现了一个车祸 他说这个时候 自己的鸡皮疙瘩掉起来了 为什么呢 车祸呢 是一个骑小电驴的女人 被十字路口转弯的水泥车 卷到了车下面 而且好像是拖行了一段距离 这个女人在躺在地上 不停的哀嚎 说她的小腿的部位 已经断掉了 而且她跟大腿还有连接 是一种像白颜色的 丝状的东西的连接 太戏了 写入模糊 无头网里面叫写的 用不着讲的 肖永说 他驻足观看的时候 120和110都已经到了 110在舒散人群 120在想办法 把这个女的台上担架 他说就在这个时候 他在人群中 看见这个女人 躺在地上 头倒的 转向他自己的这个方向 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对笑容 跟那个老人的微笑的 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他说他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有一个 腿都断了前一秒 还在哀嚎的女人 能在下一秒 对自己露出这种笑容 他就赶紧跑走了 就他也没跟任何人 说这个事 我觉得这也是 相当于近地事业 这个我觉得就是 这可能这老人和这个女的 都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然后这个东西 是一直想对小勇 有联系的一个东西 对毕竟是 而且他说到是北方 他说到北方的话 我可能考虑的更多 是不是像是黄大仙 或者是这种 你懂的 北方的这种 这种东西比较多 笑这些东西 在恐怖片段里面 实在是太可怕了 尤其是声音 笑声实在是太可怕了 其实无声的微笑 不是更恐怖 如果说你笑的够诡计的话 无声微笑是你 是你相当于是眼睛看见的 如果 我觉得耳朵受到这种刺激 就像你玩恐怖游戏 或者看电影 把音效关掉 就会好很多 对音效关掉 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会恐怖 你就配那个马卡巴卡 什么的那个音效 就不用配这种搞笑音效 没声音就完全不恐怖 有声音那种笑声 是最恐怖的 我后面会再跟小龙联系 看他有没有什么 后续的进展 今天第三故事 是我在某湖上面找的 一个很多年前的旧稿 挺有意思的 然后下面我按第一人称的 称为来叙述一下 大概是初二 在一天晚上 很平常的一天 然后第二天还要上课 然后我就准备睡了 大概九十点钟那样子 然后睡着以后 就迷迷糊糊做了个梦 梦里呢 就我自己就站在一个 像小农村的土地上 然后眼前全是那种 穿着古代服饰的人 然后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 我就这么站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这群人突然打起来 他们拿着各种兵器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 拿着斧子向我砍过来 然后转头就跑 然后跑着跑着 我从地上也捡了把斧子 回头就把它砍了 这是暴力 在后来 那个人呢 他也没流血 就像沙子一样爆开了 等于火影了 是吧 火爱我 有点像那种就是 木乃伊那个电影 看过没 看过 就是最早期的那个演的 对对 有什么蝎子王那些 然后 做这个梦 然后这种关键时刻 我就吓得就醒过来了 然后看着屋顶 突然在我眼前呢 就出现了一张 类似于小丑的脸 是那种半透明的 我能透过他脸 看到自己房间的屋顶 然后那个脸呢 就在那边笑 那种就是 非常刺耳震耳欲聋的笑 然后 我当时就很确定 我已经醒了 然后 这个小丑是很真实的 然后 我当时整个人绷得特别紧 心脏狂跳不止 我只能安慰自己 只是个梦 然后 过了几分钟以后 可能是太怕了 然后 太累了 然后又睡着了 睡着以后呢 我又做了个梦 梦里面的一切呢 都挺熟悉的 还是那条土路 然后 一群穿着古代服饰的人 这次呢 我自己很清楚的 知道我自己在做梦 然后我就 我就主动找到一个人 主动砍了他一腹子 可真主动呢 就先下手围墙 还是那样爆开 然后 和上次结束一样 突然我醒过来 因为销售 醒过来以后呢 那个屋顶还是那张销售的脸 不过这一次是一张不同的脸 还在笑 声音特别大 夜晚就是那种声音特别刺 不然我绷不住了 就很大声的喊我妈 喊我爸 然后门开了 但是进来那个人呢 绝对不是我家人 是一个特别黑特别黑 看不清楚的一个人 当时窗帘也没有拉 拉颜 是外面有一点点月光照进来 但是我也看不清 就是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房间地板是木质的 我走起来有那种轻微的咯吱声 但那个人啊 走在地板上面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像飘过来一样 然后这个影子呢 进房间以后呢 就在我身边躺下来 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就像正常人 躺在床上发出那种声音 但是像没有重量一样 当他躺下来以后呢 我就开始犯迷糊了 一会就晕过去了 再醒过来就是早上了 在我爸妈送我上学路上 我就问他们 就是昨天晚上 有没有听到我喊 有没有进我房间 他们都否认了 这个初二的这个 还爸妈一起送上学 多幸福呀 可能是顺路吧 我反正初二怎么可能 就是还送上学呢 我大概是小学 二三年级就被赶着自己上下学了 我是小学一年级 第一天送我上学 结果我下学的 所以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对就没有了 投稿是这样 不是投稿 就是一个帖子是这样 妙老师有一种能力 他把这个 只要是第一人称的 这个无论是帖子还是投稿 他都能讲到 好像自己身边发生的一样 是吗 是的 我感觉以为就是你发生的事 找到字 我会看了 看挺多遍的 这个 所以这个其实 这个故事让我感觉有一点混搭 因为小丑给我感觉是没事 或者是 是的 对吧 是的 但是他梦到的是 古代的人 但是他也没说是 我觉得是西方的 因为中国古代人不用斧子 应该不用斧子 对 陈小金 也有吧 但是代表 少 很少 他并没有明确说 他梦里面是西方古代还是 对 然后后面又是有点压床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感觉很多都是混搭的 所以可能我个人觉得会真的是梦一些 你会做噩梦吗 这种比较恐怖的典型的噩梦 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说的 梦能完成了 我晚上绝对不会做噩梦 但是我只要白天睡觉 一定会做噩梦 这么可怕 对 一定会做 那你在中午在公司睡觉会做 这个不会 我是睡那种很长觉 比如说我下午没事 然后两三点睡到六七点 那我经常找你的时候 你都是周末找你的时候 你都下午 下午睡药了 老给我发信息什么的 对啊 所以你起来的时候 谁是做噩梦 我几乎都是被吓醒 然后接着睡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噩梦 不能说是噩梦吧 就是不是会每次梦到那种 我几乎不会梦到那种 叫什么牛鬼蛇神这种东西 都是那种 会一惊一下的那种梦 或者是情节比较离奇 会把我弄醒的那种 就是有点惊吓感 但不是恐怖 对对对对 几乎没有 恐怖的话 从小到大只梦到过 梦的是僵尸 也不恐怖 几次答 还有印象 就是恐怖 不见得是僵尸 就是你做的恐怖的 就是让自己 毛骨悚癢癌的这种恐怖的梦 最恐怖的 我好像和你讲过吧 我不记得了 但这个梦 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面 可以放到后面专门讲梦的那一期来说 梦到梦到我自己就是犯罪了 杀人了 可以放到后面我们来总结一期梦的来讲 就我的特点是 我从往那做过让我害怕的梦 只有三个 初三做了一个 剩余点 都是跟我后来这个女朋友赶恋爱之后做的 就是让我发现自己有灵异体质之后做的 也没有 就是我印象很深你知道 然后而且我如果一般人说 就像我包括我 其实还有我认识很多人 他说我看了什么恐怖片 晚上肯定会做梦啊 这种 我看恐怖片 绝大部分如果做梦 都是我追着恐怖片里面的鬼在看 就是我变成化成一个灭鬼勇士一样 你还不错 我从来没有说是经历过 白天经历过恐怖的时候 晚上从来没有说 没有做 就反正我就对梦这块比较 比较敏感 OK 这个故事先到这边 我们这一期最后一个投稿 来自于我们的小牧师的一个朋友 他是匿名投稿 我们姑且称他为小李 小李说他小时候呢 少不跟事 跟很多同学朋友一样 喜欢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于是呢 他又联合了他四个同学 玩了四角游戏 真是年少无畏啊 这个东西真的可不新玩啊朋友 四角游戏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四角游戏就是 你在半夜时分 应该有可能对这个 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的要求 然后你要找一个长方形 或者方形的一个空房间 然后把所有灯光都关掉 然后四个人呢 分别站在房间的四个角 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你要面朝墙角 不能往后看 游戏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灯已经关掉了 就是其中一个角的人 向另一个角走过去 走到那个角呢 你就拍一下前面人的肩膀 然后并且你本人就停在那边了 然后下一个人呢 再依此类推 往下一个角走去 大家走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顺势针啊 或者逆势针 就是当拍到这个人的肩膀的时候呢 在角落的这个人 就要咳嗽一声 再继续往下走 以此类推 然后理论上来说 就是你每走一下 都会有这种咳嗽声啊 什么的 但是他说 反正走到最后 就会发现少了 或者多出来一个人 就是通过咳嗽声的判断 但也有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有的人 他就是一般人都玩很久嘛 一个小时起步的那种 然后你玩到后面 你只要走 你就想咳嗽 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偏差 不好说 知道吧 硬是想咳嗽东西 这个游戏很有名啊 就是之前 那个联盟鬼话 天涯的那个社区 最有名的左央事件 左央那个人 就是做了这个游戏出问题的 包括 之前说过 对 包括我们当时那次团建 然后就是我们去 我说的去南京 什么地方密室 然后还有网友看到之后 直接给我在下面评论回复 是什么什么主题吧 我都没敢回他 给他点了个赞 对就是那个 那个里面有一关 大概已经玩到三分之二的部分了 也是有这个变种的四角游戏的 就是一群人排火车的 那不是纯四角游戏 当时当时 子诺和那个小孙的朋友 已经下崩了 已经 好 我们收回小李啊 就小李说 他为什么就想到这个四角游戏呢 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家刚好买了房子 是个毛皮房 哭哭当当的 还觉得特别适合玩这个游戏 很牛逼 然后他们在某个 他在某个周末的晚上呢 就邀请同学去这个毛皮房 玩这个游戏了 当时房子没通电 然后也没有灯 所以更适合玩这个游戏了 四人现在附近的肯德基 讲了一下这个玩法 然后呢 就用手机打着光 到了房子里面 开始已经一个游戏了 所以这个游戏本身 我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就是他们一共玩了一个小时 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大家觉得挺无聊的 就没有继续了 他们也 但他们光顾着查怎么玩 没有去查这个游戏结束 是不是要有一些什么仪式之类的 但你别说 我去网上查的时候 也没有说 这个游戏结束 像笔线那种 要有什么仪式 他没有 没写 好像就是 可能就没有 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 断掉了 失去了 然后他们这个 小李他们觉得无聊之后呢 就直接 说好无聊 我们走吧 然后就结束游戏回家了 各回各家了 事后呢 其他几个朋友没事 小李说自己啊 如同被打开了阴阳眼一般 从那个游戏结束之后 首先他经常做噩梦 还会被鬼压传 而且还会看到一些白影什么的 小李说自己都要被吓麻掉了 但又不敢跟大人讲 一方面他不想让大人知道 自己去了这个新版的毛病房 另外一方面呢 他妈妈信佛教的 特别反感这类事情 连恐怖片都不怎么给他看 然后小李呢 就硬撑着撑了半年 六个月 他家里面这个新房子就做了一个装修 就修好了 然后散了几个月的甲醛 他们一家就搬进去了 然后小李说 这个时候恐怖的事情刚开始 怎么恐怖呢 小李说他一搬进这个新房子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阴阳眼 要么叫做变强了 要么就是变平反了 他看到家里面到处都是黑影 他说感觉好像阴阳眼就一直是一个全蒸开的状态 他晚上根本就不敢睡觉 硬是强撑到凌晨 就实在扛不住才睡 他没几天就特别的整个人都皮掉了 然后他最后没办法 他觉得自己再不睡觉可能要挂了 就把这个事情呢 一无一时的告诉他妈 然后他妈这个时候倒没有太责怪他 就去庙里面请了一尊佛像运回家 有一整套完整复杂的这种流程开光啊什么的 然后小李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呢 这个佛像一到家 他的这个阳眼就像关闭了一样 所有的黑影都消失了 他也不做噩梦了 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现在在这边再次奉劝我们各位 不要做危险动作 对这些事情一定要以远离为主 你千万不要想着自己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会有人替你解决 或者是自己能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真的是不要去尝试这种超乎常理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尽为 最后呢我们还是祝大家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 OK今天年鱼夜话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向我们进行投稿 投稿就是我们的动力 你投的越多 我们节目更新的越快 欢迎您收听由年鱼智文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 怪事邪视 欢迎持续投稿给小编 拜拜